早上會議 開會時間已到 請主席宣布開會 早上會議 現在開始 今天上午議程是縣政總質詢 首先請詹菁副議員 質詢時間50分鐘 主席 張議長 及我們習縣長 及我們議會的同仁 縣政府的局處處長 及記者們先生 大家早 詹菁副議員 第一次總質詢 首先 感謝泰谷集團哈雷車隊 在10月27日至29日 在副里香搖滾道謝夜中的活動 對我們花蓮南區 副里香 玉里正 瑞穗香 帶來觀光人潮 消費人潮 也感謝習縣長 全力支持 也謝謝我們花蓮警察局局長 李局長 親自下來視察 及交通 及路線 也謝謝副里香 鄉長 江東城 及我們副里香農會的協助 才可以把這個盛事圓滿成功 首先這是要帶來我們副里香南區的觀光產業 這對我們南區的觀光產業有很大的幫助 希望縣政府能全力的支持 聽說他們每一年通通會來副里這裡辦這一場盛事 也謝謝前省的朋友可以來到副里 謝謝 現在第二個是圖片 我們請建設處的處長 鄧處長 鄧處長 我們在0918高寮大橋地震到現在 經過有好幾個颱風變道摧毀 現在又要重做 還有新建的設計要說明給我們鄉親知道 因為我們鄉親有的人打電話進來請問我們 他們有的人不了解 最主要是變道的方面 什麼時候可以開通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東西邊的交通通話靠這一條路 又比較近 有的高寮這裡的人要到域裡去要繞一大圈 請科長可以說明這個高寮大橋的進度 即便橋何時可以通 來 大會主席張議長各位議員大家早安 有關於詹經副議員關心這個高寮大橋 輪天大橋 玉長大橋 我們這幾座在0918地震受災嚴重 斷橋 然後現在目前要辦理復建工程 是要重建的橋樑 那我先說明高寮跟輪天大橋兩座 這個橋樑的臨時通行便道 那這個臨時通行便道呢 我們施作完成之後 因為受到今年度 今年度連續幾次 從我們從七月份八月份開始 杜蘇瑞颱風 海葵颱風 還有這個小犬颱風 都帶來很大的這個雨量 所以一直沖毀了我們這個便道之後 這個秀古蘭西的水位一直沒有辦法退去 那因為這個水位沒有辦法退去的話 這個施工的人員跟機具在施工的作業 是非常危險 那這個河道呢 因為這個大水也有一些變動 所以造成這個便道修復很困難 而且進度也比較緩慢 那在這個我們10月 9月底10月 10月底的時候 那接近10月底這個水就退去了 退去之後 我們就請廠商盡速加緊來趕工 那在這個輪天大橋的便道的部分 主要是我們靠近東側 就是另外一端的這個 要施作一個鋼便橋 西側 西側 西側的部分 我們要施作一個鋼便橋 我們這個也很快的 廠商在一週以內 就把這個鋼便橋施作完成 所以目前已經在做這個整個 沿線路基路底的這個壓石 那我們大概為了這個讓這個 現在目前農忙期間 農民要進入 要辦理這個割道等等的 這樣子我們 原本上面要做的這個PC路面 我們大概就是說 等到後續農忙期過了之後 我們再施作這個PC路面 我們先把這個整個便道的這個 路基路底都壓死以後 讓這個機具能夠通行 預計是在最慢 是在11月15號會完成 那另外高寮的部分 高寮的部分呢 就是現在目前兩側的這個 這個 這個我們的這個路底 都已經打到 中間剩下有一段 它是深潮區 因為那個水深比較深 那這個區塊 我們要做一些 擋排水來引水 讓這個水量可以減少 那在這個深潮區 我們就可以 就擺設這個消波塊 跟填這個路底 那我們要放這個寒管 然後再把這個路基做過去 那預計也是在 11月15號以前 就要完成這個高寮的便道 所以這兩個 小寮的臨時通行便道 我們都會在 趕在11月的15號以前把它完成 可以讓民眾來開放通行 那這個是兩個便道的部分 那另外在三座橋樑的 重建的這個工程進度部分 我們在10月份 我們就開始辦理招標 在整個設計完成之後 就辦理招標 那目前呢 在11月3號 也就是前幾天 我們已經這個 評選已經評選出去了 那最近就會定約 那三座橋樑 我們高寮大橋是單獨 一座橋樑發包 那另外 輪天大橋跟玉場大橋 我們是兩座橋樑 合併成一個案子來發包 那三個橋樑我們都發包出去 我跟議員說明 廚長我感覺這個便橋方面 進度真的有點慢 有時候我們去看的時候 真的又沒有從來動 希望說 廚長這裡交代下去 監工方面 要快點施作 真的有的現在 再過一個禮拜的話 就盜古要前面的收割了 希望說前面的收割以前 可以把這個便道 施作完成 以利農民可以運輸 因為有時候 在走193線的時候 有的是用併裝車是這樣 在公路上也是 農民其實可以走 可是真的是比較危險 可以走進路的 我們盡量可以選擇走進路 這一條路從來走 也不希望說 農民為了賺一點錢 在公路上行走 我也是很不喜歡看到這個 希望廚長這個一點 可以讓廠商盡快完成 15號以前 可以15號以前 看科費完成 夜早完成 是對我們 農民百姓的行走方面是最好 是謝謝議員 我們這個會盡快要求廠商 如果能夠提早 我們盡量就提早 對啦 對啦 因為你剛才講的 前一天你跟我講的是說 現在不要先打水泥路面 壓死 現在要不要打水泥路面 現在目前在農忙期間 我們先不打水泥路面 我們要趕快先讓農民先通行 壓死以後先給農民先通行 是 是 所以這個 這個就可以提早完成了 有的部分可以做的 希望廠商可以盡快趕工 把這個前段作業要做好的 先做好 你說搭那個鐵橋的 鋼鐵橋的部分 也是要迅速的去做好 也希望說在做鋼鐵橋的時候是平面的 希望可以止滑什麼通行做好 安全上 第一個要先顧慮到 好 這個謝謝議員提醒 還有我那天去到高寮大橋的時候 前面要進來到那個提案的時候 整條路需要廠商可以用水洗乾淨 因為我感覺那裡的沙石粒太多 不一定要起摩托車 或是怎樣 會滑倒是怎樣 這個安全上 希望可以顧慮一下 路面要清洗 真的很骯髒 這個請建設處特別注意一下 好 謝謝議員提醒 這個路面的部分 會請廠商再做一個整理跟清理 來圖片 下一頁 再下一頁 這個明里大橋這次的颱風及地震 本來的傾斜度沒有那麼多 現在橋通不可以過 現在我們也是兩次去會堪 這一條橋不可以過了 現在 11月3號 中央算準以的金額 是準以多少錢現在 是 現在這個明里大橋的重建的復建 11月3號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召開審議會 那目前核定的這個經費 就是橋樑重建 那包含這個 臨時通行便道的錢也含在裡面 那核定的經費是兩億兩千五百多萬 在這一橋做也是一樣 變橋方面 請我們縣政府一定要盡速處理 是 變橋變路的方面 這個要特別的趕緊去做好 因為希望說在過年前 把這個變橋 變路有沒有 可以做好 因為前幾天 在那個七十五縣 16.5K的時候 大奔山 處長也有去看 縣長也有去看 很關心這一條路 真的那裡的路真的很危險 因為我強力一定要做 變路變橋的原因就是從這邊 不是我們要去省那一點錢 從那邊過明里村跟石平村的村民 走那一條路 那裡的那個石子很會掉下來 因為那裡沒有土 邊坡通是石子的 真的不管是地震 不管是下雨後太陽出來的時候 它都好好的 等到太陽很大的時候 整個山就下來了 這個危害我們的人民的安全 希望說在這個明里的變橋方面 希望縣政府這裡 前有現在積極的幫我們 做一個變橋變路 這個讓我們那個明里村的人 可以進出比較方便 是我這邊也謝謝議員的提醒 這個也跟議員報告 就是在這次核定的這個經費裡面 它有核列這個變道的經費在裡面 我想我們會馬上先來處理這個變道的部分 我們會盡快會同九合局還有當地公所 先去看適合的這個變道的施設的位置 那盡快就著手來辦理這個變道 那另外剛才議員有提到 這個花七十五線16K加540這個位置 就是貪方的問題 那現在目前已經清通 雖然道路可以通 但是因為它這個邊坡的土石是鬆動的 所以我們現在也在辦理這個刷波的工作 那主要就是要先把上面這個上邊坡 那它的這個鬆動的範圍其實很大 那我們先進行這個刷波 那也跟議員報告 這個案子我們也有提到這個颱風災害復健去審議 那那一天11月3號我們在工程會審議的時候 因為我們發現這個上邊坡 它這個整個貪方的範圍非常大 包含這個左右跟更上方 它都有一個這個貪方的區域 所以這個經費就增加了 那工程會也同意就是這個案子算是災害又擴大了 在納到這個小犬風災的這個災害復健來審議 所以小犬風災我們也盡快在這個禮拜五以前 我們就會把小犬風災所有彙整好的 復健工程的資料送到行政院 那也會盡快來召開審議 我想這個復健的經費我們也在爭取 那目前在辦理這個刷波的工作 也會先把這個它浮動的土石先刷下來 以免說它不定時的一直掉落這個落石 這也跟預言說明 因為我在上星期五的時候 我有親自上到那個縣長去看 他們縣長工人我也請問他 你們這個邊坡刷有沒有要幾天才會好 他說要十多天 真的那裡的道路真的很危險 希望說也是縣政府這裡中央有補助下來 盡快去處理這一塊區 那裡的邊坡有沒有越來越廣了 以前看的是草樹有沒有長得很高 不知道它的危險性 等這幾天因為在清邊坡的時候打開的時候 才知道哇真的很危險 因為那裡坡很陡 又沙石很多 那個沙石要掉下來是整片下來的 怕會影響到人車的行車安全 希望說建設處這裡要特別注意一下 還有那個民族的問題 民族的問題 變橋也是一樣 民族的變橋 異估也要走兩年以上 異估一定要走兩年以上 希望說在設計方面 可以比較好一點 因為要走的路不是三五天就走好就沒有 要走兩年 跟那個輪天高了耐的時間會差不多 希望說這個變橋方面 請我們這個建設處這裡有沒有 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好 謝謝議員提醒 在那個下一頁那個 文子洞這個 文子洞橋的重建 文子洞要走變橋的變路 它這個高點很高 提防很高 提防很高 我們在設計方面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它那裡只有一條路而已 甚至路沒有只有變橋而已 所以說我前一天也跟你講 這個真的 真的要去視察要檢查這個橋的話 真的不可以走 不可以走怎麼辦 他們的稻谷 現在通常那個收割 只有這一條路 變橋方面也希望說 縣政府這裡 找時間或是找那個監照單位去看 變橋一定要做得比較好一點 因為這個變橋這個比較高難度 提防高 還有那個河川 又很窄沒有很寬 長度拉的有沒有 又很窄 所以說這個高難度是比較高一點 希望說建設處這裡 對這個蚊子洞橋 也要特別特別的加緊去處理 這個我可以跟議員報告一下 這個蚊子洞橋一樣在11月3號審議的時候 也核定了 4800多萬重建 那這個橋我們有去跟陪同縣長 去現場都有去看過 那因為它這個橋的下游 確實這個現場 它只有一個 一條通路 那它的下游剛好就是有這個 有一個藍河宴在底下 那有一些這個濃水署在取水 取水的這個設施 那不過我們看到說在這個 近端這個橋頭下去 它其實已經有鋪設一條道路 應該也就是工農民行走的這個道路 還蠻寬的 這個下去 下面有一條農路 是是農路 提防下的農路 如果利用這條農路再接過去對面 對面提防上面它也是有路可以通行 有路對那個是提防道路 東邊是提防道路 對 醫院也很清楚現場的狀況 所以這個整個這樣子的 用這樣的方式去做一個便道的銜接 那怎麼樣稍微避開這個藍河宴的位置 還有取水的位置 那不要去損害這個取水的部分 那應該有機會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就可以做這個便道 所以也謝謝那個處長對我們這個南溪幾座大橋的那個新建工程 也希望說可以盡速去完成 最主要是花包一定要順利 現在的廠商有時候是欠工欠人 什麼東西 物資也是提高 希望可以順利把我們這個災後可以完成 也謝謝處長 謝謝 謝謝議員 第二個我要請請一下那個農業處的處長 陳處長 上次0918對刺客山產業道路 及六指山產業道路 現在的他們施作群是怎樣 簡列講給我們鄉親知道 因為有時候道路在施作 有的鄉親想要上去觀光 也不敢上去 希望說現在我們這個農業處 你們知道的 講給我們鄉民知道 大會主席張議長在座所有議員媒體先進女士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那感謝三金副議員對我們刺客山還有六石淡山 兩座山的一個農路的一個修復狀況 那也跟大家報告 就兩座山的災附工程從0918之後 那其實毀損的非常嚴重 那也跟中央提報了災附的經費 那在花季的期間 有配合山上居民的一個需求 然後有開放一個管制的期間 所以我們工程上是配合管制期間來做施作 那目前花季結束了 那是我們工程進行單位的話 是進行一個封路施工的一個狀態 那目前的話刺客山它的前山部分 就是竹林段是由水保署那邊去做一個施作 那是前山的部分 就是刺客山產業道路 是農業處這邊來進行 那在前幾天 現場也有帶著我們去那邊做一個視察 那其實工程進度都有超前 我們會努力趕在花 明年的花季前來一個完成 這是我們的目標 那六石淡山的部分呢 它在花季的時候 是先施作那個下山路段 就是東寧的路段 包括它的落石也都清理完畢 那現在的話是在施作上山的路段 那因為上山路段有五個工區 現在有兩個工區正在進行一個施作 那後續的話像是邊坡的刷波 跟那個隔梁的定缸都會來進行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供體時間配合一下 讓我們的工程單位可以盡快來施工 尤其是好天氣施工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工程單位也有提到說 如果遇到了下雨的話 他們的工程會被延宕 那包括原本已經預作好的 也會做變成一個流失 所以請大家可以一起配合 市長 在這個兩個工程方面 我也是比較注重交通安全 因為有時候不知道的百姓 或是觀光客 也會闖進去 希望說這個交通方面 一定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有時候在都市人不知道 我們鄉下的道路很不好開的話 有時候真的會發生危險 我們也是很不希望說百姓人民 去到危險地帶又出問題 這個是本席比較注重的一點 進度方面希望說在這個好的天氣 剛才你有講在好的天氣當中 希望可以盡快的趕工 把這個工程可以提早完成 這個也是希望你們處裡面可以看 有機會去視察或是考察 或是去看一下 把這個進度看可不可以提檢出來 這是最主要的 來 謝謝我們處長 謝謝議員 謝謝議員 我們現在請教育處的處長 您在工作報告的時候 第9月的營養午餐政策 第三項每週提供一次有機豆奶 處長 你有沒有喝過這個豆奶 有 好喝嗎 因為它是低醣口味 所以對孩子或者是對有些人 口味上或許有的人不能接受 我感覺沒有豆香 還有那個清清的味道有沒有太濃了 有時候我們推出產品 我也是希望說不要讓費工堂 不要讓費這個錢 希望說小朋友可以喝豆漿 這是好的 可是有時候家長的反應 小孩子從學校不喝 帶回去家裡 家長又不喝 我說為什麼 他說這個沒有香 豆膜有沒有 青青的味 太冬了 希望我們教育處 縣政府花了這一筆錢 我們一定要好好的利用 希望教育處可以跟廠商 或再研究糖再多放一點點 因為你那個無糖小孩子一定不要喝的 沒有那個糖是很薄 他們對這個就是沒有感興趣 所以說我們也不要說 我們習縣長提供這個豆奶給各位小朋友 我們是希望說他們每一個小朋友都可以喝 可以得到很好的營養 這個處長你的看法 大會主席 張議長還有各位議員 各位媒體記者大家好 那謝謝詹金副議員 對營養午餐的有機豆奶的一個議題的一個關係 那跟議員說明就是我們從111學年度開始 然後在營養午餐的部分每個禮拜會提供一次的有機豆奶 那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說能夠增加孩子在蛋白質方面的一個攝取 那剛剛講到的低糖口味的一個選擇 也是為了要符合教育部的校園飲品的一個相關規定 那在後續的部分 或許每個孩子的喜歡的一個口味跟食物都不盡相同 所以這個部分後續我們也會跟廠商在一起討論 看是不是有研發其他口味的一個可行性的一個空間 讓孩子有更多的一個選擇 不過還是希望能夠透過學校的一個營養教育 讓孩子知道說雖然有些食物是不喜歡 但是它還是有很好很重要的一個營養成分 那希望讓孩子能夠嘗試去喝 然後去知道均衡飲食的一個重要性 不過這個部分除了學校端之外 也希望家長能夠一起合作來努力 那以上說明 對啊 市長 剩的水果口味的啦 牛奶都都OK啦 只有我們這個豆奶 豆奶就是希望說 是要豆子增加一點量嗎 會比較香嗎 或是少許的糖再加一點點 不要太甜 讓小孩子 大家通通可以喜歡喝這個豆奶 也希望說這個教育處 可以跟每一個學校 開會討論看看 希望是用什麼方法 把這個我們縣政府 播出的經費 讓小朋友他 會好好顧自己的身體 這是比較重要的 會後我也希望說 教育處這裡 對每個學校 先做個調查 調查看以後或是明年度 看要怎樣調 豆奶的方法 讓我們小朋友可以接受 不要說從學校不喝 帶回去家裡 家長又不喝 這個很多家長都跟我反應了 這個家長都跟我反應了 他說帶回來我們又不喝 跟平常的我們在早餐店買的那個豆奶 還是差很多 都清清的味道 我想是恐怕是 豆磨的方法還是什麼方法 這個我們不懂 希望說教育處這裡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出來 也不要浪費我們的 縣政府的好意 來處長 謝謝你 這個希望說 可以改進我們 就盡量的把這個 這個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那個 弄出來 好謝謝 主席議長 我今天指引到這裡 謝謝 好謝謝張建復議員的質詢 那接下來請吳建志議員 質詢時間50分鐘 謝謝 韓國議員 總之群 然後下一頁 這個發展SDGS社會轉型建構 循環經濟產業鏈 我們花蓮縣準備好了嗎 我們知道齁 自許縣長提出SDGS的施政願景以來 特別重視本縣市的經濟成長 跟環境文化之間的平衡 那我們了解永續發展中的三大支柱 分別為環境 經濟還有社會 再加上地方治理 一共有四大面向 那這四大面向 彼此是互相連結的系統 那要怎麼樣子配好這個 配合好這個四大面向的社會元素 組合成花蓮特色的SDGS施政版圖 那絕對是縣政府各局處都需要嚴肅面對的課題 那我相信各局處應該都如火如荼的在進行 各項的這個施政研發跟規劃 但是所有的政策研發都掌握在施政的核心要素 那本習中關世界各國針對永續發展政策的研究 目前世界上的主流這個脈動 本習認為要完成SDGS的施政治理 建構一個這個踏實的永續社會 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做好循環經濟產業鏈的 這個招商建設與發展 來下一頁 在這個我們的循環經濟產業 是一個這個資源可回復那可再生的經濟產業系統 那相較於傳統的經濟 從開採到製造到消費最後拋棄的模式 那循環經濟採用的是產品製造 消費使用回收循環的模式 透過再將這個商品重新設計 然後這個或者重新設計商業的模式 那這個跟創新還有提升資源效率等方面 從頭避免這個污染廢棄物的產生 那嘗試使用更少的資源來創造更多的價值 也減少對於這個環境的破壞 來下一頁 那我們花蓮縣除了發展觀光旅遊之外 那文創等這個無煙沖的產業之外 推動循環經濟產業鏈 可以直接這個帶動SDGS經濟目標的發展 那為花蓮縣疊加新的產業新機會 同時擴大在地就業的發展 最後能夠達成創新新經濟帶動 花蓮社會永續的目標 來下一頁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花蓮有許多單位 已經走在前面了 像這個回收畜牧業的糞便的 樸石閣畜牧生殖能源中心 是全國首座畜牧早氣發電設施 也是東部非常重要的循環經濟示範基地 還有花蓮領館處水利署第九合川局 跟台泥共同合作 將花蓮有害的樹種移除之後的廢幕料 使用台泥的水泥窑 共同協助來處理的技術 轉化成為生殖能源 那既保護了原有的生態 跟同時又推動了循環經濟達到雙贏 下一頁 那循環經濟產業鏈主要分為工業循環產業 跟生物循環產業有兩大的一個模塊 來下一頁 我們的工業循環業齁 是著重於這個新材料的研發跟資源回收等方向 透過投資還有創新的材料業者 以及資源回收業者的發展 來逐步達成產品創新跟產業創新的目的 下一頁 那這是我們其中就涉及到不同產業的招商引資 以及這個產業鏈的重組跟建構的議題 那從政府的角度相關單位要如何做好政策的引導 也考驗著智慧者的這個執政者的智慧 來下一頁 生物循環產業是從榮林牧的這個生產過程中開始著手 我們採取讓自然的資源與這個地利的能夠持續再生的一個方法 進一步做到這個最有價值的方式跟應用各種生物材料 並大量減少運輸跟消費所造成損耗的浪費 來下一頁 那光是這個農林牧的這個資源就可以達成很多方面的這個經濟 經濟轉化 這個部分是我們花蓮縣可以認真研究的課題 來下一頁 那 那據本席跟大家分享關於這個循環經濟的概念 那相信大家一定會了解 如果我們有效的要推動我們花蓮社會朝向SDGS的面向轉型 發展循環經濟產業鏈一定是我們這個本縣施政的重中之重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的關鍵所在 那接下來這個本席要在這邊可能要邀請這個局處長上來說明一下 針對於我們花蓮縣推動循環經濟產業鏈的準備情況是如何 那我們先請這個行員處建設處農業處清發中心環保局 來我們先請這個行員處在這個SDGS的戰略規劃下 請問行員處針對於我們花蓮縣推動循環經濟目前的這個進度為何 大會主席張君議長以及各位議員大家好 那謝謝我們今天是議員在關心SDG永續跟循環經濟這一段的推動 那在109年縣長就已經整個做一個SDG的相關轉型 包括府方從高階主管那一直延伸到科長到同仁去認識SDG它本身的內涵 因為所有的政策在推動上一定要讓大家去理解這是什麼事情 那除了公部門在推動之外到民間的部分 我們也藉由各種不同的課程教育工作坊以及直接的示範性的合作 包括像農業處他們也會有碳盤查 或環保局有相關民間的合作的碳盤查這一段再往下推動 那除此之外那府方也有訂定相關的 以SDG相關的政策包括環保局在環境面向 那在行員處這邊延伸在經濟跟社會面向的部分在推動中 那政策在推動裡面還有一個很大的關鍵是系統性 就是說除了自己做之外自己跟其他的部分可不可以開始產生一個關聯 因為循環經濟最關鍵的部分是上游的部分它所創造出來的垃圾 有可能是下游它本身的能源所以它就會產生一個循環這樣一個動作 所以接著下來目前在縣府這兩三年在推動的部分 就是將比如說產業裡面的剛剛議員提到的 畜牧沼紮的它的那個糞尿水然後走到生殖能源的部分 那往下再做推動的一個循環經濟的運用 這是開始產生一個關聯 另外一個是指標性的大投資的部分 包括今年縣長率團到那個歐商會去演講 那對所有的這些相關企業來進行花蓮永續的投資這個方案的說明 那還不錯的成績就是其中有像歐商法國的那個道爾森 很大的能源公司也表達 他願意到花蓮來投資生殖能源相關的這些方面 那投資的都蠻大的 那也相關這些聯動的資訊在處理中 那花蓮其實有不錯在永續這個部分 以及SDG這部分的往下延伸的部分 那先處往下還有當一個事情是SRI 社會影響力的一個部分 因為現在在企業ESG面向裡面的責任報告書 是要求20億以上的企業 責任報告書裡面要揭露ESG面向 所以他們其實是需要把這個錢花在地方 那從最簡單的消費器座到比較大的投資 那花蓮縣政府其實是走在前面了 那以上比較快速的跟翼座做一個報告 謝謝 那個處長如果在這個如果要規劃這個循環經濟產業園區 那請問這個行員處針對一些新的產業 招商引資的相關政策要怎麼樣子研究 那你認為招商引資的方向要怎麼走 因為這個題目會稍微比較大一點 因為第一個在園區的部分 它是需要來討論 這是第一個部分 但是它應該是利用現有的花蓮的部分 比如說現在的產業像石材 或者是像台泥 滑紫 那這是第一個我們既有的優勢 第二個是我們另外的天然條件 海 種古跟森林的部分 那如何將這裡開始創造一個系統化的東西 那這個系統能夠取得權利 不管是探權或未來 在永續交易商的任何一個部分 像今年9月聯合國也提出生物信用額度 這樣的一個部分 那能夠讓現在以永續作為可以交易 那它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政策方向 那循環這政策方向它是一個市場 所以如何從這市場裡面導入商業模式 服務模式跟技術 這個就會變成是未來我們政策一定的部分 那也是比較快速的跟議員做一個說明這樣 那建設處的部分 那在SDG的戰略規劃下 我們的基礎建設 針對一些綠色減碳的一些公共工程 目前有沒有相關的這個招標管理辦法 好 謝謝不見之議員 那議員關心這個SDGs 有關於這個減碳的這個部分 那我想我們建設處大概主要是負責這個基礎建設的部分 那基礎建設部分在這個這幾年在推動的時候 那我想在很多的這個設計方面 我們一般都開始著重 逐漸採用這個減量的設計 那減量設計在整個設計的方式裡面 也考慮到一些生態的工法 那當然在整個對環境的部分 我們負責的基礎建設不是 除了這個道路水利相關的建設以外 我們還有環境工程的 包含這個整個下水道的一個建設 那這些的繼續的持續推動 都是對於這個整體這個永續發展的基礎設施的強化 的這個部分來做努力 那至於另外的一些有關於這個相關的這個節能減碳的這個部分 像在現在中央也推動這個綠建築的這個標章 那也希望說未來在有關建築的部分 能夠有這樣子一個綠建的這個設計 融入在建築的設計裡面 我想我們會在這個部分繼續來努力加強 那處長那個如果要鼓勵民間業者使用這個綠色簡單建材 那就剛剛處長講的綠建築的部分 你要怎麼樣設計一些相關的一些政策補助條例 那你認為有哪些這個方向要注意的部分 這個部分就成如議員所講的 必須要有一些誘因才能夠提高這個推動的效果 那這個在中央現在目前有一些相關的規定定之後 那各地方政府都在跟中央內政部在討論 是不是針對這樣子的一些這個誘因的部分 或者是獎勵的措施 能夠再給這些就是為了要推動民間嘛 就是要去對他們做一些獎勵 那這個部分因為涉及到整體的施政 它可能是從中央下來的 所以這個我們會積極再跟中央來爭取來反應 來共同討論 那針對這個環保局 那請局長針對目前這個我們這個資源回收業者的情況 做一個簡短的一個說明 那如果花蓮要推動這個循環經濟工業循環產業鏈 那你認為這個設計輔導政策跟管理辦法 大會主席張議長還有各位議員好 那有關吳建之議員這邊對於循環經濟SDGs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在訂定這個2050年目標 淨零碳排永續花蓮的部分 那我們是塑造這個個人永續消費 及企業責任生產的行為模式 那我們推動這個循環經濟媒合企業 落實ESG 那就是在推動這個永續禁領的部分 那在產業的部分 那我們從南區開始 就是這個早期中心的生殖能源中心 那我們在中區明年也會再加輔導業者 再蓋一場這個生殖能源中心 那在明年我們也會跟華子合作這個生殖能源中心 那這些都是循環經濟的一部分 那它的關鍵技術就是這個資源循環零廢氣 那我們以台泰泰這個VOO為例 那我們處理 它這個可以處理我們全線的生活垃圾 事業垃圾 那它一天處理200噸的垃圾 它產生著這些灰灰底渣 那這個灰灰底渣 是傳統焚化乳各縣市所有沒有辦法處理的 就是要二次處理 那我們透過這個資源循環零廢氣 那這個部分都可以當成這個氣液水泥窯它的替代原料 那另外垃圾的部分可以當成它的替代燃料 那這個部分完全都是符合這個我們SDGS部分 那推動這個循環經濟 那以上跟議員這邊報告 那我想局長這邊也是 這邊要跟局長強調的是也是很辛苦啦 那針對以上來做一些鼓勵 還有包含我們的這個餐具 這個東大門的這個餐具回收 回收再使用的一個系統 那這邊也是有表達很大的肯定 那希望當然有很多的相當多的一些困難跟重重 那希望這個局長能夠勇往直前的做下去 感謝議員的鼓勵 那我們這個清洗中心 我們目前就是加速在港工 那已經明年會開始用OT的方式來操作 以上跟議員報告謝謝 那我們那個也是全台首創 全國 那針對這個清發中心 那我們在這個SDGS的戰略規劃下 我們清發中心對於過去舉辦很多的講座效果還算不錯啦 但是如果只有辦講座的話 沒有聚焦在有助於我們花蓮永續發展特定產業的輔導上 那本席認為這樣就有一點可惜啦 那請問這個清發中心目前針對我們花蓮發展循環經濟 你招商引資的準備的情況是怎麼樣 大會主席張議長 以及吳議員各位議員各位局長 大家早安 謝謝吳議員對於SDGS青年參與的一個關心 那在普遍來說以現在整個國際的趨勢 很多青年朋友們也非常認同花蓮現況以這個永續SDGS的部分 作為產業的發展的一個方向 所以青年朋友們其實在這幾年來參與的這個各項的內容也非常的多 也非常的踴躍 那我們大概幾個面向 首先第一個部分 對於SDGS17項指標的165個的執行方針裡面 青年朋友們他們必須去倡議也必須這了解 這165個指標裡面的行動方針有哪一些 所以第一個我們透過各個課程 工作方或者是講座 讓青年朋友們各行各業都能夠了解 這樣子的一個行動的方針 第二個我們開始就有所謂的 包括了我們青年的參與的夢想家 或者是大專生的成果的畢業展 以及到我們之後的一些挖掘人才的HS的創業競賽 我們都扣合的SDGS的一個行動方針 去做各項的輔導跟內容 那第三個呢 我們在這兩年也因為做了在現場的推動之下 所以這兩年我們所帶動的團隊 都是以永續為發展的團隊 來做一個花蓮的青年的參與的很好的成果 所以到全國的比賽裡面都獲得了非常好的成績 包括了我們創業歸故裡的競賽 它是以永續的包財 那今年呢是以永續的水利 也獲得了很好的一個決賽的一個參與的資格 所以當有這樣子的一個聚落開始產生 然後呢地方青年的參與 參與開始樂落的時候 這個時候其實我們已經引進了很多的創投的公司 所以在11月18號的時候 也會有全國大概五大創投來到了花蓮 對於我們目前所輔導以永續為主題的產業的新創團隊 對於他們去做一些demo pitch 給予他們的指導 甚至覺得有更好的機會的時候 開始給他們做一個最粗淺的投入 甚至到投資 甚至到創投的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案子的 放的來做一個支持 那這個是目前大概一個 以人才 以參與 以產業 以投資的一個產業面的一個努力的方向 以上報告 我是說如果我們這個要輔導花蓮的新創業者 投入這個循環經濟產業鏈 要怎麼設計一條龍的方式來跟政策的扶持 那希望從這邊來多做一些用心跟著墨 還有要怎麼樣整合這個產官學的一些資源來做 那還有就是我們針對這些循環經濟產業輔導政策 對於民間新創業者有所依據 那希望這個下個會期能夠做到 那我想循環經濟就是從過去的一個 一個所有的這個循環來講的話 就是把以前的所有的回收都能夠重新來做 我舉例來講 大概就是我們講說iPhone15 將來的16、17、18不管 那如果能夠 比如說回收的價格能夠提高 那然後能夠再利用 那希望用回收很快 很高的金額能夠把它回收回來 能夠做一個永續的循環 不然的話有很多的材料都是浪費 都是因為已經換代過期了就丟掉 那希望說透過這個回收的模式 能夠把整個這個循環經濟的這個 因為我們大家在倡議這個SDGS 將來要怎麼樣走 而且我們花蓮線又走在前方 最前線的部分 走在這個國際的最前面 那希望大家都能夠配合 這個縣長的一個施政方向 那再來就是我們這個農業處 針對這個農業處來說明這個 這個農林牧魚業 目前投入循環經濟的狀況 那再問這個 這個要推動這個農業處 生物循環產業鏈 要怎麼樣設計輔導一些政策 鼓勵業者投入 那覺得我們處長覺得這個 有機農業跟生物循環產業鏈 要怎麼樣做到配合 那達成政策上一加一 能夠大於二的效果 感謝建制議員 對於我們永續政策的關心 其實就像縣長常常說的 永續是花蓮的日常 那其實各個局處 針對自己的工作項目 在落實實現這個永續的目標 那在農業處方面 跟農友還有我們所有的農民團體 一起來努力實踐 那跟議員報告 就是在農業處方面 像我們今年度 在進行碳盤查的作業 有11家的農企業跟農友 農場一起來合作 透過碳的計算 希望能夠在明年度 或是後續的年度 讓大家可以有一個 探權的一個交換機制 來做一個建立指標 那另外在農民團體的部分 像是我們針對 縣內的一個大宗作物 我們的米 我們跟玉心農會有合作 做一個粗糠乳的烘乾機 那其實也可以把我們一個 像是本來是農業廢棄物的 一個粗糠 作為我們的燃油燃料 然後也大幅減低了 我們燃油的一個成本 那另外像在售豐 我們針對西瓜 有進行一個 我們西瓜的農地膜的實驗 希望透過這樣的實驗方式 然後減低我們 包括像是過往 農業廢棄物 黑網黑部的一個處理 那也可以讓環境更友善 讓土地更友善 那以權限來說的話 其實在生物多樣性的方面 也是我們各個局處一起努力的 那在今年的話 在中央還有跟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辦理的生物多樣性的獎項裡面 花蓮縣政府是唯一獲得 金質獎肯定的地方政府 這些其實是我們在永續作業當中 所獲得一個成績 那在全縣農友部分 在明年度 我們在國產有機質的肥料補助方面 縣政府這邊 明年度會加滿來堆疊補助 希望能夠讓我們的農友 有更減輕負擔 然後更友善我們的環境 以上跟議員做說明 本席認為我們花蓮縣推動這個SDGS 是否成功的關鍵 就是取決於縣府團隊 能不能夠優先關注於花蓮永續經濟 與產業的轉型升級 然後運用新的產業帶動人才回流 擴大青年返鄉 從創業到就業到社會創新 一路突破 花蓮縣社會轉型的困難 讓廣大基層的民眾 能夠了解到在新的產業 有良好的發展機會 最後同時透過教育跟文化的傳播 將永續的思維 全面輻射延伸到花蓮各領域的發展 最後完成花蓮縣SDGS 永續社會的轉型 本席認為我們府會以來 共同努力透過政策的設計 爭取中央的資源 有朝一日一定可以將花蓮打造成為 台灣推動SDGS的先行模範的縣市 最後我想請縣長 看有什麼要對各局處勉勵一下 請縣長 謝謝 大會主席張議長 還有吳建志議員 以及所有新政府的所有首長 以及記者媒體女士先生們 大家好 大家早安 首先謝謝吳建志議員 對於我們在實踐永續 是花蓮日常非常關心 也對於如何透過ESG 去實踐17項聯合國的指標 當然其實在推動花蓮縣政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盤點各局處 在扣合17項指標的時候 其實在多年來 無論是從傅崑錡縣長 或者之前的縣長 其實都已經在做實踐的工作 但是因為那時候在聯合國裡面 並沒有提出17項的指標 那但是這一些其實世界都是 那現在比方說 現在我們的年輕人 這個創新創業 以及我們古導傳統產業 如何去轉型 這都是我們現在當務之急 所以剛才議員有講一句話 其實是非常好的 如何讓產業鏈重組 如何讓產業鏈重組 的確是這樣 循環經濟的確要讓產業鏈重組 重新組合成另外一個新產業 新氣機 新的經濟體 所以其實剛才在 無論是在環保局或者是農業處 或者是建設處 以及清發中心民政處 以及行員處 其實剛才提到的 都有提到另外的新產業 新經濟體 新生態系 那所以我想在現在 我們還是不斷不斷的在努力 透過永續是花蓮的日常 一直在實踐 那現在的年輕朋友 其實對於17項的指標 以及對環境保護 相當相當的重視 而且那個意識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在整個花蓮縣政來說 在治理方向裡面 無論是旅遊 觀光旅遊結合永續 這也是我們在前年 全國第一個縣市提出永續旅遊 也跟我們全國永續旅遊協會 得到ISO認證的我們的協會 然後一起合辦去推動 也去盤點花蓮縣 哪一些地方可以 可以做基林碳排 以及我們做碳盤查 或者是永續旅遊 還有經濟生態系能夠改變 能夠讓我們無論是農業的 新農業的型態的轉變 還有我們的交通載具 以及旅遊的型態的改變 這都是從我們政策面上去落實去推動 所以再次感謝我們的吳議員 在非常多的方向 都對於我們現在環境保育 以及生態還有永續的看重 我要再次感謝議員的提醒 謝謝市長 市長請 好 謝謝 時間保留 好 謝謝吳建志議員的諮詢 好 繼續開會 現在繼續縣政總諮詢 現在請蔡經議員 諮詢時間50分鐘 好 大會主席張軍議長 還有我們陳秘書長 以及徐縣長然後秘書長 縣府團隊和各局處的首長 以及各位議員同仁 在場的媒體記者先生女士 還有在現場收看我們轉播的族人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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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現在先有請我們的農業處長 陳處長還有建設處長鄧處長 還有原民處的獨顧處長 因為今天質詢的重點是希望我們可以共同努力 為我們的漁民達成他們長久的期盼 以及我們的農民解決大家的困境 好 首先我們來看這幾年我們的漁港養殖區 以及沿岸的設施 其實在這裡可以看到 設施及機械設備的養護 從110年和110年都是維持134萬多 那今年呢編列了161萬 明年也是一樣161萬 那在花蓮的岩寮 10T漁港 還有港池的清理 淤沙的清除 以及各處的漁村聯絡道路的養護 還有維護 從111年的46萬多 和到今年編列65萬4200元 明年一樣維持 那由此可見 相關經費的編列 部署常常要靠我們的追加預算 以及中央的資源 那所以像今年的話就是 10T漁港這邊也有編列了 最佳的部分是1745萬 清淤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一個影片 這個影片拍攝的時間 是在前幾天 11月1號 這是基奇的異傳道設施的悔患 那在我們先看一下影片 它這邊有一些破損的地方 所以平常這樣子我們的一些設施設備的破損 其實是還蠻常見到的 那我們在這個 今年的10月19號小犬颱風之後 我們有接到民眾的陳情 那縣府也在11月3號呢有進行了會刊 我們現在看紅色的圓圈中 異傳道的道口有破損嚴重鋼筋外露的情況 那現在有請我們的農業處處長 處長會刊後 以目前的進度為何如何改善 大會主席張議長在座所有議員媒體大家好 那感謝蔡經議員對我們基奇異傳道的關心 那在上次會刊之後 我們同仁今天有再次再去會刊 看實際的施作方式能怎麼進行 這都還持續進行當中 那今年到底可不可以完成 那跟議員說明就是他也是要看說 他實際的一個施作規模跟施作工法 才能夠來確定說他的起程能夠怎麼訂定 那什麼時候會完成這個經費的概算 今天同仁跟我們的施作單位 有去現場看了之後 應該在近期可以確認說 大概需求的方式是什麼 因為是希望說已經會刊完畢了 是不是可以在兩個禮拜之內 可以盡快的知道我們需要多少的經費 那經費要從哪裡來 如果已經這個會刊完了 知道多少經費的話 今年的經費是有辦法來自應的嗎 跟議員說明 那還是要看一下說 他到底實際的額度大小 但是如果真的偏大的話 今年度的經費我沒辦法說一定可以來自應 但是我們還是會看實際的狀況來做一個調整 那可不可以請這個建設處這邊 因為在議傳道外面有一些相關設施 有沒有辦法有在今年度的時候來做協助 是謝謝財經議員 那這個部分可能我們後續還要再去了解一下 對因為漁民一直在等待 因為現在也是出海的時間 所以希望我們盡速的完成這個的出估 然後在今年趕快完成 不然到又會很多時候這個基礎建設延宕 到明年可能海季 三月又開始要海季了 很多時候這個是遇到很多的困難 好謝謝建設處的回覆 那第二個我們來談這個新色小湖的船澳 的遺傳道以及周邊的設施 我們從這個簡報當中可以看到 我們非常長期的關注我們新色小湖船澳 這也是我們格馬蘭族的海季的舉辦的地點 那我們從109年1月2號 本期1月2號會刊後 也請這個封面相公所 積極的來做規劃 在1月20號的時候 封面相公所有提出了計畫的經費概算 是225萬 那隔年呢我們有在進行的這個 因為當時 縣府這邊是認為經費可能太高 所以沒有辦法去做 那隔年呢110年又再一次的進行會刊 當時我們有用限預算去做了腳車房的改善 那這幾年也不斷的提出建議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去做改善 不過今年呢有提出了追加預算 計畫是500萬的改善 這個異傳道和小型清淤整平的工程 現在請農業處處長來回答 目前工程的前置作業進度如何 好跟議員說明 感謝議員對我們那個小湖傳澳跟周邊設施的改善的一個狀況 那其實縣長也很關心那個環境的一個整體狀況 所以縣長又有去實地做過視察 那所以才會提出追加減的預算 那其實非常感謝縣長在今年度的時候 有帶隊我們有到現場去看了 然後有提出這個追加預算 那目前的進度呢 因為我們知道在這個農業小組也有前往去會刊 那我們在會刊的當中有看到有發覺到我們現在看一下簡報 我們有看到我們特別在前置的作業部分 在紅色框的地方是他們廁所的部分 那在廁所的部分必須要先取得這個土地同意書 所以我今天特別要在這裡提出來就是說 我們目前的前置作業做到哪裡了 好 跟議員說明其實請相公所來配合取得同意書的部分 都有在進行當中 那更重要的是追加預算過了之後 我們還有工程發包期 所以真的很需要各位議員可以支持我們的追加減預算 那其實議員前面提到說 我們的年度的預算編列 那其實都是一些日常看每年度的整體需求來做一個編列 那比較是臨時性重大性的才會用追加減的方式來做一個 好 了解 所以如果這次我們會期通過之後 12月份你要怎麼發生這個權責關係 土地同意書取得了嗎 跟議員說明 土地同意書的部分現在還在取得當中 但是你追加減預算通過之後 工程發包還會有等標期跟發包 那我們必須就是抓緊時間 因為在年底之前如果能夠發生權責的話 這個經費預算才能夠被保留 所以意思是說極有可能 因為你們現在還沒有取得同意書 所以極有可能 那未來在明年的年度預算裡面也沒有編列 所以是要等到明年度再來追加嗎 還是要怎麼樣子來進行這個工程 跟議員說明 取得同意書的部分我們一定會努力 那更重要的是那個預算經費通過的時程 還有我們工程發包的時間 這其實都需要前置作業 這個更是一個固定的時間必須去 所以現在就是我們又在開會嘛 那這次就會審查了 那到底要怎麼解決民眾已經期盼非常多年的這個設施改善的問題 因為很多的族人漁民們都非常的關心 特別是今年縣長又到了現場 我們各單位都有到現場去共同討論了解了 然後也做了設計規劃了 但是到現在遲遲都還沒有辦法去進行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明年到底可不可以來實作 跟議員說明 在像同意書的部分 我們一定會積極的敦請公所來一起來配合協助 因為畢竟這是在地的需求 那其實公所也很關心我們所有的民眾 好 所以我希望說 接下來趕快在今年度至少同意書要取得可以嗎 是 了解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新色海底的災修工程 在新色海底呢 六年前也是因為災修工程完工了之後 那當地的族人 有些族人是有反應說 對於設計是不是有一些不良啊 然後所以導致很快結構有崩壞受損了 但是我覺得因為也經過六年的時間了 那我們本行是從110年開始 與相公所 封面相公所共同會堪 那縣府也非常努力 也共同完成了一個設計的規劃 但是到111年7月的時候 歷經了四次的流標 為什麼 因為當時的經費是 新色海底再加上港口這邊的這個 排水的工程是250萬 可能這個經費不足 所以導致流標 那沒有關係 那在今年6月20號 我們也共同到新色部落 召開了綜合的討論會 那後續部落內部也召開了部落的 內部的一些部落會議 以及對海底修散工程 有各種想法的提出 那目前得知工程會在今年的10月4號 有核定的這個杜蘇瑞颱風災後 附建工程 3922萬6千元 現在是不是請建設處長來說明 後續的執行方式 是 謝謝蔡經議員 那這個案子原本本來是 跟港口排水是250萬元 我們編列這個預算要進行 那當然後續在整個 要去做一些設計的過程當中 那我們也開了三次地方說明會 當然地方的民眾他們有一些想法 那我們也就是盡量的去跟大家來討論 那達成共識 其實已經有一些共識了 但是因為碰到今年的這個杜蘇瑞颱風 那這個海底的這個災害災情有擴大 所以我們就提報到這個行政院公共工程 會去爭取這個復健經費 那確實就是在10月份 已經核定了這個杜蘇瑞風災 那有3900多萬要來做這個新設海底的部分 因為災修工程它有這個 核定之後的這個期限嘛 超過1000萬以上的話 是不是要幾個月內要完成 超過1000萬以上的話 它的這個基本設計完成之後 要送中央的對口單位去做審查 那以這個案子的話 應該就是送這個水利署的 第九河川分署去做審查 那審查通過之後 才會去確定它的工期 因為1000萬以上要做基本設計審查 審查的時間在開始是不確定的 那不然以我們一般政策來講 我們10個月內要完成 那是1000萬以下 1000萬以上的話 就是要等基本設計審查 確認確定之後 了解 但是目前所知道的資訊是說 是要從鄉公所這邊來去發報 是這樣子嗎 目前這個案子是由鄉公所要來做後續的執行 因為我們先前 縣府這邊也經過這麼多年有很多的討論 那部落這邊也有一些的會議的資料 我希望縣府可以來協助公所這裡 我們從原先討論是只有200多萬 到現在是3000多萬的部分 希望可以再跟部落有更好的協商協調 那讓這一次的新式海題的工程 可以達到不要像六年前可能也有一些的新聞報導 就是希望可以達到雙方都非常滿意的狀況 也可以保護到大家出海的安全還有居住的安全 是這個也要謝謝議員 就是過程當中一直都有協助參與 那我想在過程的討論當中 其實公所也都有參與 大概他們了解地方他們的這個想法是什麼 我想這部分我們也會協助公所 那我們討論的這些共識 我們會再跟公所一起來確認 好那就後續的規劃的話 有些要到部落去召開會議的時間 什麼可以盡早規劃 那也可以讓部落有更多人可以參與 好在這裡謝謝感謝 那接下來就對於我們這個港口實踢屏的灌溉設施 其實從不論是這個臨時會 或者是在我們的工作報告當中的時候 都不斷的提出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在紅色的圓圈處是水管的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在左上方是今年2月份的照片 那右邊是10月份颱風過後 農水署有共同會刊所拍攝的照片 那在8月初的時候呢 杜樹瑞颱風有造成了一些水管的破損 但當時部落是由部落族人們共同齊心協力 去做了一些初步的修繕 所以還是有水可以使用 但我們可以看到這目前的狀況 在右手邊的部分是整個水管都完全的崩塌 那在下方的圖示也可以看到 藍色的進水口的破損嚴重需要清淤 所以目前我們在這個實踢屏灌溉的部分 至今依舊缺水 這影響到了不只是耕作 它影響到了環境的維護 以及部落濕地植物以及生物的棲息地 那我這裡要問這個 我們在場的我們原民處農業處還有建設處 歷經的各單位多次的會刊 到底解決了什麼問題 感謝議員對我們灌溉水雲那個關係 那跟議員說明 其實在我們會刊之後 有確認說那是農水署 在早年補助私人去施作的一個設施 包括管線也是 那其實也要跟議員報告的是 我們處內經費必須有公益性的一個使用需求 才能夠去做支援 那所以這部分其實包括農水署在會刊後 也有表示說會在進行協助 那公所其實也有持續幫助民眾 跟農水署來申請相關的補助經費 這部分有在進行當中 我知道這裡有報災修啦 但是原水就不了近火嘛 我們現在看一下簡報 我們12月底1月初農夫就要開始整地了 那為了明年的春耕準備 對於目前仍然沒有水他們是感到非常的焦慮 好不容易有推動了我們的這個石梯坪的 這個水梯田復育計畫 你看這個圖我們又 在左手邊這個是 我們這個2月的時候你看都滿滿的水喔 那現在其實部落的這個農夫喔 還有所有族人喔 其實在昨天晚上也共同召開了這個緊急的會議 因為求助無門啊非常的擔憂啊 到底明年可不可以 失重有沒有水可以用 所以在這裡還是要強烈的要求 我們縣府要協助我們的農民啊 協助我們的族人嘛 在撥經費的部分到底要怎麼樣子 可以在年底前恢復水源的水管修復 那除了水管的整副 那其實在這個今年就講今年好了 今年耕種期間五個月的時間 每次四五個農夫上山 用人力去清淤三十六次出怪手三次 那這部分我們該怎麼來協助他們呢 跟議員說明 那其實剛剛一開始提到就是 農水署補助的私人設施部分 我們比較難進行就是比較公益經費的一個支援 可是我們後續一定會來看說 在包括像是我們灌溉水源或是其他的協助 農業處這邊能夠來怎麼進行 那包括像是跟農水署的溝通 還有他們的要求我們也會來做 那原民處是不是也回答一下在部落內 我們在推動相關的經濟產業的部分 大會主席張議長 張民主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媒體先進大家早 那麼就針對這個農業灌溉用水的部分 的確目前在原民處是沒有這項業務 那雖然我們有檢疫自來水的部分 那也是針對民生用水 剛剛議員也有提到就是說 這個也涉及到經濟產業的發展 這個民眾的升級的部分 這幾年大家努力推動之下海稻米 現在在推動的稻味釀 其實各個部分 都一直大家很堅定堅持的走到了今天 那明年我們今年沒有辦法解決水的問題 是否這些全部明年都要停擺了 是就剛剛業務面的部分 我們的確目前沒有這個業管 但是我覺得這個農民或者主人的生計 我們還是要兼顧 那是否這個會後 我想這個我們部落經濟科 再跟農業處這邊再去看一次 如果能夠在這個災修的經費到位之前 先用緊急的方式 用檢疫的方式來處理 好在這邊也非常感謝我們的處長的回覆 這就是我們立即可以來做協助的地方 特別是其實公所也有出估 原先這個水管是在八月的時候受損 然後歷經多次颱風 那水管整個崩塌 他們出估是八十萬 那現在要去架設這個水管 要經過的這樣一些設施的話 其實林林總統加起來也不可能超過兩百萬 所以在這個部分 但是我在這邊還是要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這件事情我不斷不斷的提出 它的急迫性 而且它不是只是農耕 因為這也是我們10TP 目前有多位年輕人投入的有機耕種 是有一味的有經驗的老農的教導陪伴之下 青年參與耕種 那青年參與耕種的目的其實有很多的動機 我們可以看到從生計的部分來講 春夏耕種冬天可能出海去捕魚 那在生態上面也透過有機的耕種 維護了部落的地景自然資源 那有時候還可以來當一個這個生態導覽 農夫有生態導覽的機會 第三個在生產的部分 我們除了糧食的自給率的能力 以及還可以做到保種 那特別今年他們的種植有毛的這個紅糯米 老人家記憶中的糯米種又可以再來恢復 那最重要最重要為什麼跟原民處有這麼大的關係 因為我們保有了部落族人繼續使用土地的能力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原民處必須要站出來 我們要怎麼來協助地方來解決問題 不然這麼多次的會刊沒有結論 所以今天有得到很好的答覆 那我希望因為縣長也在場 我們希望我們共同努力之下 是否今年就可以把這個水的問題來解決 好謝謝 謝謝原民處長 接下來我們來談這個關於建設處的 在工作報告當中有提到光復鄉大華大全福登西生態景觀池 水環境改善的工程 那其實從110年然後至今 縣府與部落有多次的討論 然後從中也有不斷的修正修改 那也非常開心在今年的10月30號 水利署的會議當中有核定的工程經費 3846萬4千元 那請我們的鄧處長來簡單說明後續的執行期程 因為現在是拆成兩個部分 兩期 一期是3846萬4千 那第二個階段是3053萬7千元 那這部分可以做個說明嗎 是 謝謝議員 那這個經費總核定是6900萬 那它分成兩期 那第一期大概預算是112到113 那第二期是114 那我們在整個工程 整體工程的部分呢 那我們也把它分成兩個部分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我們的這個 因為我們在這個區域整個設計有三個ABC的 這個景觀智宏的這個生態池 所以有看到是下方那個智宏池的部分是吧 對第一期就是C區 比較靠近光復溪的那一區面積比較大 那我們第一期就會先做這個C區的這個生態池 那再來就是A區跟B區 那A區大概就是在這個百鹿橋上游 那這個部分現在我們在19號的時候 我們也在第九頭川分屬辦理這個細設的審查 也審查完成了 那我們現在正在辦理這個招標 我希望在這個年底之前 一定要把這個第一標也就是C區的部分來把它招標出去 好 那如果今年在我們的目標 目標是今年要把C區招標出去 那我們也要同步來進行在地的說明會 而不是只有就是除了在部落裡面之外 我們也要來徹底盤查這個相關周邊的土地 我們施工的時候 是否有其他的私人土地的部分 這部分我們可能要再特別的注意 再次提醒 好 謝謝議員提醒 好 那現在我們請這個農業處處長 還有建設處處長請回 謝謝 好 針對我們這個原民處 這一定要問風雨計劃和山海劇場的部分 那我們目前知道我們的這個風雨計劃 第二期的工程季營運計劃 之前在第一次定期會當中的資料 可以看出來我們提報 中央的部分是一億九千萬 那目前修正過後提報是一億六千一百五十萬 原民會也已經確認了 那在山海劇場的部分 原先我們提報是一億九千九百九十九萬 那現在修正過後 在山海劇場的部分是一億八千五百萬 那我們在這裡呢 我想要問我們的這個原民處的處長 這筆錢在風雨計劃的部分 有沒有編列人才培育的經費 那目前風雨和山海的進度如何 好 像議員報告有關山海跟風雨 主要育成計劃的部分 在這兩筆中發第四期的經費裡面 我們本來都編列將近兩億元 但是在國發會的審議的過程中 認為這個工程案的經費全部都要跟公事 處長 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現在問的是 有沒有編列人才培育的經費 經費是多少 怎麼執行 基本上我們在未來的四年 大概這兩個案子都會編列 大約五百萬的預程的經費來辦理 是夠五百萬嗎還是 但是這個部分 只是在這個經費 就是在主要經費裡面 但是其他相關的經費 比如說部落大學 或者一些產業經濟的其他的預算 只要相關於中區的跟東區的部分 我們也會做整合性的訓練 不見得單對這兩個案子 但是針對區域型的人才培育 好 謝謝處長 那我們現在的工程進度 三海劇場第一期工程的部分 目前的進度超過百分之八十 這個在年底一定會全部完成 第一期所有的工程項目 那麼風雨計畫的部分 超過七十 那麼目前也在港工中 一樣都要在年底完成所有的第一期工程項目 好 那第一期工程項目完成的時候 是不是裡面 因為我們第二期才開始有積電的部分 對不對 那現在遇到問題是 第二期是應該最快是三月開始 那中間這個年底到三月 這個空窗期要怎麼辦 那第二期的部分 我們一樣要重新上網公告發包 那目前國發會並還沒有核定 第四期的工程 所以我這裡特別提出來的是 那我們勢必會遇到工程 第一期結束了之後 第二期還沒有開始 所以這個部分我希望原民處可以再多加的思考一下 這個中間這個時間要該怎麼辦 在工程的項目上面 或者也可以跟我們建設處這邊來多做一些討論 好 謝謝 那接下來再關於聚會所的部分 我們封賓鄉的東興聚會所的最新進度 已經從第一次我們這個定期會之後 那有目前已經有縣府已經同意廢止了水保區 然後並在11月1號發文給農水署 那請問明年可以辦理新辦事業計劃進行工程嗎 東興 封賓鄉東興部落 這個我們還是一樣 就是說在行政作業上 我們都督導相公所封賓鄉公所 盡快來辦理 那除了新辦事業之外 還有其他的這個包括規劃設計等等 好 因為這邊提出來是因為族人 在去年也好去年 今年封年季都非常的關心聚會所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動工 那這個部分還是請詳細資料提供 那還有封賓的格馬蘭聚會所 是否獲得行政院國產署的撥用 那這裡可以回覆嗎 行政院還沒有撥用這個格馬蘭的土地 但是已經幾乎已經沒有問題 因為它已經送到行政院去 那因為行政院半年才會核定一次 所以我們現在最快會什麼時候核定下來 半年核定一次的話 抱歉這個目前我還沒有掌握這個旗程 那也請書面回覆 那在受封聚會所 我們來看一下受封聚會所 從108年至今經過了無數次的會議 那終於在去年的10月取得了建造 建造執照 那今年第一次的定期大會得資 因為花冬三期的經費已經用完了 但是我在這邊也要非常感謝各位委員們 特別我們原民的立委們大力的協助 那據我所知在5月9號的時候 也是我們在定期會的會期的時候 5月9號中央工程會召開會議結論同意 憲府修正聚會所全期計畫書 那7月也獲得原民會的同意 那憲政府在8月4日核定了 受封以及光榮聚會所各兩千萬的這個經費 那請問經費來源是這個樣子嗎 處長 原來在我們整個滾動修正計畫裡面 受封聚會所是放在中發第四期 但是因為它的進度比較快 在第三期的經費還沒有 就是因為有些付款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很積極的來做調整滾動 所以是不是就是我們三期的部分 有各六百萬的經費 目前是列在三四期都有受封 就是說它只要開工之後 它的預付款就可以支付30% 所以基本上在它這個案子 大概也在12月才能開工 那如果在開工之後 它可以就請你第一期款 所以受封聚會所其實有很大的突破 也已經往前走了 但是在光榮聚會所的部分 目前得知光榮這裡流標三次 請問我們還可以怎麼樣子來進行協助 光榮聚會所的部分 當然現在公所也還在努力 我們努力調整看它的經費的結構 是不是有問題 那麼最近一次的部分 應該在今天會上網公告 13號會再一次開標 那麼我們也希望13號它開標可以決標 對因為也已經有這個經費了嘛 所以我們也真的非常迫切的希望 我們在這些有爭取到經費的 聚會所可以盡速的往前推動 那我們再來看到這個也是 就是大家努力很久 池南聚會所從108年召開多次的部落會議 那這當中有地點上面的改變 最後有決定出了聚會所的地點 那縣政府4月同意了多目標使用辦理後 那之後的後續規劃設計要怎麼樣子來進行 池南聚會所的部分我們列在中發四起 那麼這個部分就會由原民處來興建 那麼目前這個土地的部分行政程序都已經完成 我們在中發四起國發會核定 然後貴會的預算通過之後 我們就會來積極辦理後續的規劃設計 好 那在越美聚會所也三月公署有提撥 送這個計畫書到縣府報國產署 那五月有同意撥用土地了 這個行政院國產署 那現在的進度 目前是向這個原民會申請規劃設計的費用 規劃設計費用而已 是 好 因為那個越美聚會所也是 其實它算是受封蠻早提出聚會所的這個案件 所以這邊也希望我們的原民處在共同努力 那在這邊我們來看一下簡報 我們先進到這個鳳林的聚會所 那鳳林的聚會所這邊可能要有請我們的教育處處長 在鳳林的聚會所因為目前還一個都沒有嘛 所以在這邊我想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資料 在我們現在看到的左邊是正公所的資料 右邊是縣府的回覆 那鳳林有許多聚會所是 其實是閒置的學校的空間嘛 那所以其實我們這樣子有聚會所來進來的話是 也算是某種閒置空間在利用 那縣府在110年2月24號 請公所辦理分割奉信部落聚會所 那目前的進度設計規劃留標了四次 那到底奉信的這個聚會所 花東四期可不可以排上 請這個原民處回答 目前中發四期我們申請的經費是兩億元 那目前已經排進去 有七個嘛 因為我們在工作報告當中有看到有七個 所以這裡要再次提醒 奉信聚會所是我們這個鳳林非常大指標性的 連這個文件站也在這裡 所以他目前我們到這個部落裡面 其實前幾天到文件站 部落頭目也一直在講 他也是被族人非常非常用力的關切 這個聚會所什麼時候才會開始動工 目前奉信的部分 還在處理撥用計畫書的部分 所以他可能還有一段時間要走 不過就是說 目前聚會所的興建的經費的部分 除了這個花東基金中發四期之外 原民會已經朝擬了聚會所 興建的補助計畫 所以將來這個原民會的這個補助計畫 如果送到行政院一核定之後 所有的中發四期的聚會所的經費 有一大部分就會流到這個原民會的補助計畫裡面去 所以就是會有另外 中央會有另外的補助經費 不用擔心說 兩億不夠用 對 那現在就是 那我們現在剛才有講到的說 目前遇到的困難 是不是跟我們的中心三星聚會所一樣 目前遇到的狀況一樣 就是這個同義使用函的期限已經過了 目前這三所 對 就是土地同義處的同義處 對嘛 因為六月一號 我從這個政公所 應該這樣講 前幾天有拜訪政公所 那這邊可能要請我們的公務處長來做一個回答 六月一號 政公所已經有發文給教育處 但是至今沒有得到回覆 大會主席張議長還有各位議員 還有各位媒體集合 大家好 那謝謝蔡益益議員 關心有關鳳林鎮的部落聚會所的一個議題 那有關剛剛提到的中心部落聚會所的部分 那在104年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有核定了同一波用的公案 沒錯 就是之前有核定 但是現在過期了嘛 所以要補嘛 所以中心部落聚會所的部分 公所目前是有把相關公文送我們這邊 請我們重新核播同一波用的公文 那目前這份公文在簽合程序中 就是中心、三心 中心的部分是 那三心跟鳳姓的部分 同樣是核定公文 核播的公文預期了 所以目前我們也是在等公所 重新含請我們重新播用 那後續我們會協助來辦理 我現在手邊就有這個資料 鳳林鎮公所就在今年的6月1號 簡報檔裡面也有6月1號 針對鳳林鎮、鳳姓、三心、中心、大龍及、生龍、長橋等部落聚會所新辦事業的這個計劃的委託案件的服務案 這一案 有送給我們的教育處 希望你們把這個同意函回覆 對,目前確定的部分是中心的部分 資料是齊全的 所以目前中心的部分是在簽合程序中 那三星跟鳳姓的部分 還要等公所的部分 重新整理過後提出 我們就會協助辦理 因為這我剛才在第一頁的地方說 為什麼把縣府的資料以及鎮公所的資料來做比對 因為有很大的出路 鳳林鎮長也有強烈的提出啊 常常鎮公所送回來的資料 那這邊等待期非常久 那我問縣府 原民處又說資料卡在鎮公所 那我想 目前不是要追究之前怎麼樣 現在我們是要來共同解決問題 所以要請原民處和教育處 趕快解決目前的困難 那用地取得到底還要多久 是不是請原民處處長回答 目前是在進行不用計畫的部分 就是說教育處的這個土地使用的同意書 如果收到之後 他就要續辦不用計畫 會送到原民處來會辦 再送到地震處去 好 那我希望今天會後 把鳳林的所有聚會所的詳細後續的規劃 把它用書面資料提供 好 那我們再來看大龍聚會所上次定期會說到 要進行地質專探的結果 然後還有檢討後來的設計圖是否可以使用 因為我們看簡報當中 有看到我們原先設定的位置和現在不太一樣 那目前要怎麼樣子來進行 也請書面提供 那我希望請教育處和原民處 攜手努力 明年是不是鳳林的這個聚會所 可以有更大的突破 是 那我們請這個教育處長請回 那我們來看舊有聚會所的修繁 在拉索愛聚會所目前也完工 它是用這個前瞻據點周邊公共工程設施改善的計畫 來進行的 目前已經有初步的完成了完工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延寮聚會所的現況 之前也提到在風災的影響之下 要破損嚴重 因為它是舊有的聚會所 那在九月臨時會本席也向縣府提出了 要如何趕快找經費去進行修繁 那我們來看一個影片 前天有到現場去拍現在的 目前聚會所的狀況 它依舊還是很破爛不堪 那何時可以進行修繁 請原民處處長回覆 有關聚會所或者其他公有設施的圍館 如果它是屬於將公所的財產管理的話 就應該由公所來負責 那我希望我們縣府來跟公所盡快的來協調協商 因為接下來也有捕鳥祭 也有明年的海祭 其實很多項活動都要在這裡進行 所以這邊請我們的原民處處長要多加的努力 那現在請農業處處長還有環保局的勞副局長 因為在工作報告當中 其實本席也有希望兩局處提供 關於我們光復鄉9號牧場 以及黑水盟養殖的 這個相關的監測設施的位置和結果 那現在要請我們的環保局還有農業處 針對9號牧場的環境檢測調查 還有黑水盟的養殖做檢要的說明 請環保局先 大會主席張議長還有各位議員好 那感謝蔡議員對這個9號牧場的關心 那在9號牧場的環境監測的部分 那我們針對這個土壤還有地下水來做監測 那土壤的部分這個有做七項的重金屬檢測 那這個都符合這個農地作物的那個標準 那在地下水的部分 那他做這個氨氮跟導電度 這個也符合標準未受污染 還有我們就是這個牧場周邊的 這個是達摩溪的部分水質的部分 我們也進行這個生化吸氧量跟氨氮的檢測 這個也沒有受到污染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異位的部分 那異位的部分我們會從兩個部分來檢測 第一個是周界這個濃度最濃的地方 我們做了分別在去年還有今年的2月跟6月 做了三次的異位檢測 那我們這用空氣帶來收集這個異位 到我們的官能異位實驗室來檢測 那這個他的他的標準是30 可是檢測出來都是低於10 那我們另外就是按照就是在這個9號牧場 以9號牧場為中心 我們在東西南北四個點 我們來尋查 我看一下那個簡報檔 意思說在上方的圖是不是 對就是右上方這邊 我們以9號牧場 我們分別取四個點 點1點2點3點4 這個點大概距離大概有0.95到1.5公里 那意思就是說我們不管是他的風向是 不管是東南西北哪一個風向過來 我們都可以檢測到他尋檢 那檢測結果是怎麼樣 直接在這裡做個報告說明 檢測他檢測的濃度是0 那因為我們進行了這個大概 6月5號到6月8號48小時 就是日間夜間 局長你說檢測濃度是0 那為什麼部落就會聞到這樣子的 惡臭 對因為我們在周界是濃度最濃的地方 我們做檢測 那這個是低於標準 就是30以下 可是到更遠的地方 大概1.9 1.5公里的部分 靠近村莊的部分 那濃度檢測不出來 我覺得這個部分可能有很大的 這個理解上的落差 所以就剛才我們環保局所提供的這個調查報告當中 有很多都是說檢測是沒有問題的嘛 那我們現在要來了解 我們來請這個農業處 農業處我們從上一次到部落去做開會 共同協商會議到目前有什麼新的進度 跟議員說明 感謝議員對9號牧場的持續關心 那其實9號牧場農業處的立場就是 我們畜牧業者跟所有的農友 我們會做一個全力的協助 那包括像是我們每一季的續行調查 都是跟公所來進行調查 那我的意思是說跟部落的溝通 跟議員說明 那進行到有到部落裡面把這個相關的檢測 或者是因為上次開會是農業處主責嘛 我們來進行的嘛 那有沒有再進行雙向的溝通 跟議員說明 那在檢測的數值方面會是環保局的數據 那可能也是要跟環保局來救救 那另外在我記得在8、9月的時候 應該是有一個華東環境保護聯盟的代表 說有代表我們的部落還有一些鄉民代表 我是現在這邊要提出來 部落現在也有所謂我們的部落的會議 台北部落也有部落的會議 那這裡還是強烈要求我們縣府 除了做檢測之外 不是檢測沒有問題就好了 而是要尊重部落的主體性 我們還是要到部落去做溝通協調說明 要不斷不斷的來做這樣子的溝通的方式 才可以降低大家意見上面的分歧嘛 所以在這裡再次的要求 在黑水盟的部分呢 跟議員說明 那其實農業的方面農業的循環經濟和一個多元運用 都是我們在做一個推廣的 那像議員目前有關心的一個黑水盟 但我們前一陣子我們水培索 進行一個黑水盟的一個講席會 我是在講那個太巴朗的部分 那部分不是農業處在推的 可能是要跟環保局處 好那會後提供相關資料 因為這個族人也非常關心 好那這邊請兩局處就會後提供相關資料 謝謝 那最後就是在對於我們這個民政處和警察局的部分 因為本席從前年開始 對於我們的監視器的部分 有跟部落共同的會刊 還有經過了多年不斷不斷的提出 但是在193縣我們東富村 東富村和西富村 就是包含我們馬佛部落 加里洞部落 阿多摩部落的監視器 遲遲沒有辦法去施作 那這所需要的經費也沒有很多 156萬 那先前我們的這個民主長有提到說 因為我們縣長非常關心我們這個監視器還有行的安全 所以會提這個計畫到中央 但是提計畫到中央 花東基金的部分 他其實是太舊換新嘛 所以新設置的部分 還是需要我們的一些建議的案件來去處理 所以我在這裡還是希望 因為已經要到年底了 我們警察局還有我們的這個民政處 可以趕快解決這個問題嗎 還是請民政處處長 現在先檢要回答 不用就原地就好 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以及這個蔡議員 今年可不可以處理 就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今年可不可以處理 這議員的部分所提供的資料的部分 我們有跟警察局做一些的研究 那我們在這個區塊的部分 會針對各項的熱點以及議員的建議 因為這已經研究了很久了 那部落居民也去走了很多次了 那從前年然後去年也有簽這個建議 那到今年今年五月也簽了出去了 那前面廠商的更換又重新的去估經費 讓同仁鄉親們有更好的環境 那也可以讓我們的警察同仁們 降低他們工作上面的負擔 所以在這裡再次的要求 好 謝謝 那主席我這時間剩下時間保留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蔡英進議員的質詢 今天上午的會議結束 下午議程為分組審查或收集資料 明天上午由林品楊議員、鄭寶秀議員、林元副議員 按順序質詢 上會 謝謝